大家好,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为您分享池子剑的作品 听时光飞舞 去年中秋节 我若拥有霓裳羽衣就好了 我也许会在清幽的丽江古城里 被千年以前的帝王之魂 引入九霄清歌漫舞 因为在那个月夜 我看见了七年前的鼓泉依然匆匆流淌 七年前的鼓乐依然在雪山脚下回旋 在一个烛光摇曳 威风轻浮的时刻 我的双眼突然蒙上了泪水 因为我听见了时光飞舞的声音 在这种声音中 已逝世纪的宫殿 回廊 回廊 车马 银器 帝王 身着丝绸 高碗发际的女人分指他来 我触摸 我触摸到了仙人们跳动的脉搏 我触摸 到达立江时 也是黄昏 从车上便遥遥望见了屹立于古城北的玉龙雪山 它微额挺拔 山顶中年被积雪覆盖 至今尚未被人类征服 我对人类从未征服过的山 总是心生无限的宠敬 因为它瓦解了人类自以为战无不胜的意志 让人类明白挑战是有权限的 它的主峰扇子抖 海拔5596米 绝大多数时间被云雾缭绕 难得开脸 使无数其望一睹它方容的人畅畅而归 立江是世界文明的赏月景点 我们有意在中秋节的那天赶到那里 这座老城始建于宋墨原初 是纳西族居民的聚居地 这里没有汽车 没有噪声 连骑自行车的人都少见 人们走在石板上没有焦虑和匆忙 有的只是从容和安详 我在细雨中沿着泉水漫步 听着高跟鞋打石板路的清脆的回响 有种梦回唐朝的感觉 天色已晚 空中仍然云雾涌动 我们对月亮的出现已经不抱什么幻想 一行人便去四方街听动精音乐 这是主人特地为我们举办的一场音乐会 在此之前 我们对这种音乐几乎一无所知 我们走进一座极其古朴的矮小的木屋 面积不过一百平米 屋子的船被灼油漆 透出本色 给人一种十分温暖亲切的感觉 主人已经有备在先了 赏阅着矮矮的小木屋前 横置着杏黄色的长条凳 上面用碟子装着国品点心 最使我惬意的 是坐下那变铺着的碧绿的松针 松软舒适 散发着一股植物特有的芬芳 主人说只有贵客来临 他们才用松针铺地 我们落座不久 演奏鼓乐的老人们 就带着乐器一一入场了 他们都在花甲之年 有的甚至已经七八十岁了 他们胡须完全花白了 他们的演奏有三大特点 一是演奏的是纯粹的古乐 二是演奏者以老人居绝大多数 三是他们使用几件 我国其他地方 均以失传的民间乐器 四旋弹拨乐器 速鼓笃 胡拨 取向琵琶 以及双簧主管乐器 拨拨 炉管 老人们坐在黑色木椅上 手扶乐器 明亮的灯光将他们脸上的皱纹 明显地映照出来 但他们一致拥有不惧沧桑的平和表情 演奏台与看台没有界限 我坐在第一排 与他们近在咫尺 演奏终于要开始了 屋子里的灯光突然消失了 我们陷在黑暗中 一种射人心魄的寂静中 忽然有哗然火柴的 擦的声响 一簇黄色的火苗 鲜润活泼地诞生了 它被一双老人的手护围着 勃勃地靠近台中央 神龄上的一支蜡烛 蜡烛亲切地接受了火光的热吻 欣然散发出柔和甜淡的光辉 在这片黎明般飞旋的烛光中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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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声突然如咒语熄来 接着是一声开阔悠长的锣声 响起又落下 音乐如长河流水一般 汹涌而来 那一瞬间 我犹如回到了远古的洪荒年代 看到了篝火 奔跑的野兽 茂密的丛林和苍凉的黄昏 随着音乐越来越走向细腻 典雅和舒缓 时光也迅速向前移动 我来到了汉朝的石桥 和对面店铺林立 画坊遍布 空气中洋溢着好闻的墨香气 文人学是饮酒作父 这是八卦曲 它以一种无法言传的魅力 把我带入遥不可及的旧时光中 我专注地看着 已于八旬的赵英仙老先生 他双目微合 手操大胡 烛光将他的白发 和那缕花白的胡子染成金黄色 仿佛要将它燃烧 他的嘴唇不由自主地轻轻蠕动 仿佛在拒绝着什么 他在拒绝音乐 还是逝去的青春 动静音乐是一种道教音乐 当然也有人认为 他融入了佛教的精神 研究者对于 他如何流入偏远的云南丽江地区 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他来自京城 也有人认为来自南京 还有人认为他来自四川乐山 汉路由司马向儒至西一时传入 水路到底是由大渡河至宜宾 然后再入金沙江 不管他来源何处 这种典型的汉族音乐 最后落脚于雪山脚下的 纳西族人的居住地 由他们继承和发展下来 欣赏完八卦 跟着奏响的是山坡羊 石贡羊 倒下来 浪掏沙 清河老人等曲目 在这过程中 我的思绪一直朝着古代翻涌 主人敲敲敲地送上来一盅盅美酒 然后又是一碗碗雪茶 雪茶是一种生长在玉龙山雪县附近的 殷尸岩石和台地上的第一类植物 形似松针 体色银白 味鲜苦厚甜 清香宜人 这种别致的茶 和如临仙境的音乐 使我对现实产生了一种虚幻感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 我在 我又是谁 我所能感觉到的是音乐带来的遥远的时光 我看过许多反映汉唐时期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 也读过许多汉唐时期文人默刻的文章 也曾见过这个时期留下的石窑 和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文物 可他们从未把我真正带入过去 我没有听到那个时代的呼吸声 是动静音乐 终于敲开了我的心扉 轻而易举的 就让我在古城中领略了千年以前的流水和斜阳 演奏的尖细 我悄悄车身来到屋外的风行场院 仰望天空 我不由惊呆了 月亮竟然饱满地出现了 先前的阴霾突然不见了 月光盈盈地照着屋子的飞檐 仿佛人间的美好事物 都要相约于一天出现在我面前 难道不是清幽的动静之声吸引了月亮吗 月亮在聆听着来自大地的私竹之声 我就是在那一瞬间 渴望着拥有霓裳羽衣 因为我突然顿悟 有多少逝去的灵魂就在我身边浮游 比如那个曾创作了紫薇八卦舞乐曲的风流皇帝唐玄宗 我一直为他的爱情故事所感动 也许他的灵魂就在月下的古城徘徊 我三十岁了 身材还撑得上窈窕 虽然我没有杨贵妃的美貌 但我自信霓裳羽衣加深厚 在江绣发高晚 月色中也一样轻力动人 我那样装扮后 我所仰慕的灵魂 也许就会引我飞入重霄 让我在银河中舞蹈 在月光中沐浴 动静音乐是多么优雅 纯洁而高贵 我甚至觉得玉龙雪山之所以如此俱美 是由于中年听古乐的结果 这样的山注定是不可征服的 我是多么庆幸在我三十岁的时候 在中秋节 能看到一轮真正无暇的月亮 能够在一个晚上走过一千多年的历程 时光和月光一起在古乐中飞舞 老人们的面容在我面前渐渐模糊起来 因为那屋外的泉水已经悄悄流入我的双眼 文章已经分享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请您点击关注 以便欣赏更多好文章 我们明天见